今天有人給我過了 他說蘇毒那邊 是把臥底放在我身上 而好笑的是 那個人不跟你一樣是總督賊 是不是你,楊Sir 楊武,給你那個人信不信得我? 是還是不是? 不是 想清楚再回答我 我不知道你放在警隊那個人跟你說過什麼 但他說那個人不是我 你問我一百次,我也是這個答案 不好意思,你們有什麼事? 是呀,警察做事 我沒這麼好耐性 我只會再問一次 如果你再給我同一個答案 我馬上開槍 文華,殺警很大罪,你先搞清楚 如果我真的搞錯 我會親自在楊Sir的墳前叩頭認錯 楊Sir,我再問你一次 你是否是蘇毒派過來的臥底 你來吧 我的答案只有一個 真不好意思,楊Sir 其實你給我什麼答案 結果也是一樣 我們撈騙的 只是追求穩固的這兩個字 我們每一次都被我輸起 他的符合 追求穩固的錢 你應該是我的 對,我先把我的�この件事 我一定會被我扔 你 我不會是我的,我的Name 他真的被我扔 我不會是我的 你真的嗎? 他人沒有了 我不會是我的 我不會是我的 不好意思, 楊Sir, 替你開玩笑而已 我想你不會介意的吧? 不會介意, 很好玩就行了 沒事的, 找上安全 當時這麼久 不是第一次被人拿槍指著 不過到收錢的時候, 你不要跟我玩就行了 對了, 三億這麼大宗交易 我可以拿到多少? 兩百分之六百萬 到時你會接到一個線報 進行一次成功的速度行動 破獲三億的何卡因 應該救你升多一級 謝謝, 時間、地點 什麼時候可以通知我? 盡快通知你 我會跟毒品調查科的阿頭要求 直接參與行動 到時整個團隊裡面, 我最高級 就是說我可以主導整個部署 不過楊Sir, 我們有兩個要求 你們一定要做到的 第一, 你們只可以掃貨 不可以掃錢 叫做貨是你們的 錢我們一定要拿走 沒問題, 第二個要求是什麼? 我們要你抓一個人 就是這次毒品交易的主馬 誰? 誰? 鄭福田 剛才真是嚇死了 如果周Sir真的收了我的證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最多就轉為線人 線人費我一定會繼續給你的 不過說真的 周Sir的顧慮都是沒有錯的 怎麼可以叫你這個總督察幫我們 沒有這個險 如果我知道你的小散 文華和張霖都不會收買我 他們個個都是老狐狸 我不入局的話 也不知道有什麼辦法抓到他們 你知不知道警隊的人怎麼說你? 有人傳說你收了黑幫的錢 害死了一個做臥底的貨記 是不是真的? 你有沒有看過紀律委員會的報告嗎? 五個委員會成員 一致裁定我們清白 那為什麼你不派人去支援那位伙計? 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 你有沒有必要知道這麼多? 我們除了同事之外 我還是這次行動的操作者 我知道我臥底的背景也很正常 我答應你, 我知道了真相之後 我將這件事忘記了, 當我沒聽過 原來你的咖啡要交換條件 那杯咖啡也很貴口 其實初時我也懷疑過 你是一個什麼警察 不過阿天一直以來都很相信你 我想知道他有沒有錯 我派他做臥底的貨記變了折 那次不是我沒有派人支援他 是他沒有通知我 如果我跟上頭匯背這件事 他不僅沒得敢拘忌 連他老婆也拿不到這份印象 你記得你答應過我什麼的 我不管你, 我要去抄股 我去抄股, 你去抄股 你去抄股, 替我做金融的 賺錢, 怎麼救我們販毒呢? 福田哥還要彈多久? 女兒, 要賺大錢要給點耐性 對了, 一會兒你們在醫院搞定 馬上坐車走, 去碼頭有船接你們 就這樣 福田, 女兒, 五娘又說你耐,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張小姐, 不好意思 我答應三個女兒每天都要練琴 別妨礙你時間 沒錯, 你彈得不錯 謝謝… 對了, 你需要不需要掃錢? 不用了, 待會兒文華來 看有什麼大計幫我們散掉貨 到時候我們一塊錢可以翻幾番 如果沒什麼, 我先走了 這次我只是投資, 其他東西我不參與 明白的, 你和文華的關係這麼複雜 不參與是好事 那你回去等收錢吧 辛苦了 問…張小姐出錢不出面 別管他了, 過來聊大計 來 我現在不得空接你的電話 有什麼事趕快 不好意思, 姑娘 我留了個電話在房間 你可否先把他通話回去拿回來 有什麼都等醫生幫你檢查完 之後再處理吧 阿天, 你馬上離開醫院 這張電話是殺你的